冯小刚赵本山已经接下了央视春晚的导演工作 而这一届的春晚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是呢最近有消息称说赵本山呢已经向他的老搭档宋丹丹发出了邀请 这个消息一出我们大家都挺兴奋的 因为这些老春晚们啊在我们观众心中的分量实在太重了 而其实像除了宋丹丹啊还有潘昌江这些春晚常客以外 还有一批人也是经常见到就是主持人 就在孙茜的婚礼现场 我们的编导遇到了主持过多届央视春晚的主持人朱军 这导演班子换了朱军会做何打算呢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是一个童话剧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分子 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家庭幸福了社会才会投目 我说了这就是春晚啊 春晚春晚绝对春晚 不愧是连续17年登上春晚舞台的央视名嘴 朱军的一套春晚辞令如今已经运用的相当纯熟 即便是将其用在婚礼贺词上 仍能起到让场面升温的作用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征战春晚多年的老将 对于2014年是否继续持战上岗 却给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态度 听上去朱军在言语中似乎已经演约有了趣意 然而眼下春晚的导演阵容经历了大换血后 新上任的两位导演冯小刚赵文山都是自己的好朋友 关于萌生退役这件事 朱军有没有向两位好友事先打下预防针呢 没有他们宣布他们当导演以后我都没见过他们